本节联欢晚会陪您 大年三十 晚上九点 你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航站楼 准备搭乘海南航空HU7603 飞往上海的最后一趟航班回老家过年 然而 要送你回家的这架波音737-800 今天已经飞了四趟 且在之前从海口飞北京时 因为大雨晚到了半小时 导致9点15分你才登机 而按照计划 现在其实应该起飞了 同时 在你周围还有飞往广州 长沙 杭州等地的五架飞机 也在焦急等待占用这条3.8公里长的跑道起飞 再这么拖下去 你就要在飞机上七辆的路过出西夜了 怎样才能在新春终声敲响之前把你送回家 这是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班时刻表 每天约有1700架次骑降航班 由航空公司 机场 根据自身运载能力和民航局的协调批准制定 通常每半年调整一次 要想在如此紧瘦的时间内 当这么多飞机顺利起降 必须靠ATC 空中交通管制 主要分为塔台 静静 和曲调 塔台会负责机场内飞机的放行顺序 飞机在地面运行 共有22个时间节点 这些时间节点的完成 必须上报到ACDM 机场协同决策系统 系统会结合其他航班的运行状态 天气 空域限制等因素 不断计算更新 目标撤轮档时间 即预计飞机可以离开航站楼 前往跑道的时间 塔台会参考这个时间为各个航班发布放行许可 但前续航班的大面积延误 天气 乃至空军活动 都可能让你及时到点 也只能乖乖等着 当然 如果机上再有政商民行业的大佬 塔台也会允许航班插队 但大佬也必须够级别 幸运的是 你所乘的航班 正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也要飞往上海 于是塔台在9点45分 就优先发布了放行许可 飞机滑行9分钟 到达36U跑道边 由于一架飞往首尔的空客A330-300 刚起飞 为了避免受尾流影响 塔台只是你等待3分钟 9点57分 塔台发布起飞许可 飞机在25秒内 加速到每小时270公里顺利起飞 期间 塔台必须紧密关注其他飞机的动向 否则就可能酿成大祸 一架东航A320客机 在滑出跑道即将起飞时 发现一架A330客机 正在横穿跑道 好在A320客机机组 及时发现险情后 紧急从A330客机顶部飞过 才没有酿成事故 飞机起飞超过600米后 塔台指示飞行员调整无线电频率 交由静静管制 静静主要在飞机进出机场时负责协调 让你与其他飞机保持300米的垂直间隔 和6公里的水平间隔 你的航班会按照首都国际机场的标准离场路线 不断爬升到规定高度 离开静静管制空域 与此同时 静静将指示飞行员调整无线电频率 交由驱掉管制 10点24分 飞机到达了这个名为LADX的航路点 这是中国民航发布的航路图 位于全国30多个城市的驱管中心 每天要调度3万架次航班 飞机必须按固定的航路飞行 航路以300米的垂直间隔 分出多个飞行高度层 由不同飞机占用 你将沿着V31航路 在海拔10698米 保时每小时853公里的巡航速度 一路向南 飞机上的惯性导航系统 GPS 以及地面上的NDB无方向性标台 VOR甚高频全向性标台 和DME侧距仪 将一起为飞机导航 驱掉则会通过雷达 或知飞机的位置 高度 速度等信息 让你与其他飞机 保持300米的垂直间隔 和20公里的水平间隔 一旦间隔太近 飞机本身和驱掉都会发出告警 如果驱掉没有提前错开 两极的飞行高度层 就将引发空中相撞 航路上遍布着进飞或放游区 允许飞机在必要时紧急放游 以减轻重量 方便备降或迫降 当然 你还要担心沿途的军事基地 祈祷他们不要把民航飞机 误认为是巡航导弹而击落 因为地盘太大 每个驱管中心会把所辖空域 划分成小块 由不同的管制员 时刻监控协调区域内的所有飞机 飞机一旦跨去 就得调整无线电频率 和新的管制员联系 管制员的指令 直接关系着航空安全 尤其在飞机预险时 2018年5月14日 川航直飞重庆到拉萨的 3U8633航班 在7.08分 与9800米巡航时 突然报告驾驶舱风挡裂了 必须下降高度返航 成都区道的管制员 在雷达屏幕上看到 飞机的北 西南 东侧 各有三座海拔5000到7000米的高山 于是指挥川航 3U8633 先降到8400米保持 避免撞山 3U8633 下8400米保持 下8400米保持 下8400米 我要返航 那我现在风挡裂了 啊 风挡裂了是吧 对的 30秒后 川航3U8633风挡彻底破裂 与驱调失联 且还在继续下降 突破了8400米的高度限制 驱调立即指挥后面的西藏航空 TV9832爬升高度 为川航让出空域 7点10分 驱调收到川航发出的A770预显败马 与此同时 成都双流机场迅速终止场内23架飞机的滑行骑飞 轻哭了机场的两条跑道 7点16分 川航3U8633飞出了危险的山区 开始下降高度 7点41分 在机组和空管人员的默契配合下 川航3U8633得以安全降落 所幸的是 你的航班一路平安 10点51分 你顺利飞入上海区道管制空域 万里无云 行事一片大好 11点15分 飞机降到海拔5700米 以每小时770公里的速度 进入上海虹桥机场的静静管制空域 按照标准进场路线准备降落 为了让你尽快降落 静静指示前续从成都飞来的上海航空 FM9550次航班 现在等待空域绕圈让路 11点34分 塔台指示飞机降落 飞机顺着跑道灯 平稳下降 11点38分 顺利降落在18左跑道 甚至比计划时间还提前了两分钟 而这除了要感谢那位得高望重的老人 还得感谢未与筹谋的航空公司 因为航班公布的计划起降时间 其实都比实际飞行时间要长 借此让你产生飞机准点到达的幸福幻觉 我是张美洋 感谢甘利为本期节目提供内容的支持 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您可以在微博、微信、B站、YouTube、Sozo、微信针、PayPalik 也不关注我们 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公管 可或许视频已出现了完整版航路图 我们属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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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